香港尼土的石鼓州 上面有一座全港最大的戒毒 康福中心 在这间康福院里面 最有名的是 仿古罗马式的水池 大家都见过的了 其次就是有座大飞楼 这座大飞楼是皇妃建1989年 和1995年两次到访石鼓州 为了纪念它而建的一座标定 其实 康福院里面最值得说 而又没有人说的 是用来聚餐用的大礼堂 进了大礼堂门口 墙上面 霜陷了一张皇妃戴安娜坐过的椅 而离堂两边就有色彩艳丽的巨型碑画 而礼堂两边就有色彩艳丽的巨型碑画 而礼堂两边就有色彩艳丽的巨型碑画 這些壁畫是很中國化的 畫的都是一些中國故事 我看到戰爭打鬥的場面 又有火燒連環船的情景 很可惜在2009年無緣無故地被人全部剷青光 今天看回是真的有些很不舒服很軟式的 為什麼這麼美好的事物是總不能夠留下來的呢? 這些是不是就是我們現在香港面對的命運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